欢迎来到陈兴娱乐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迪丽热巴、蒋星、源泉姚晨主演公诉精英 刘浩然拒绝与刘浩存捆绑 刘浩然拒绝与刘浩存捆绑 春节档的电影大家应该都看了吧 不知道有没有去看一下由刘浩然和刘浩存主演的四海呢 其实说刘浩然是满心欢喜的去宣传这部剧 可谁想某清纯女星凭借一己之力 使得无数观众纷纷气影不看 刘浩然那边也是无奈的 原本最开始还想跟她一起捆绑炒一下热度 现在刘浩然这边也放弃了 毕竟这部剧的票房高与低 对她的影响其实并不大 她有唐叹在手心里也并不慌 所以现在宁可放弃高票房 也不想再去营销和捆绑了 毕竟如果和刘浩存捆绑的话 将来只会毁掉自己的名声 热巴、蒋欣、袁全、姚晨主演《公诉精英》 最近啊关于一部女性群像剧《公诉精英》 也是引起了网上热议讨论 不少网友都在讨论 这部剧的女主角会有哪些人呢 包括我们之前说过的迪丽热巴、姚晨、袁全等人也都纷纷在恋 不过这部剧由于是女性群像剧 所以迪丽热巴很难拿下女主角 跟以往的大女主剧不同 大女主剧的话 其实压力会小一点 毕竟剧中所有的女性角色都是为大女主铺路的 如果说接下这部剧的话 一定要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 台词准备和表演准备 因为要合一众大咖 包括男主角于何伟、袁全、蒋欣、姚晨等人搭戏还是有一定的考验的 希望迪丽热巴如果接下这部剧的话 一定要顶住压力 其实这部剧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转型之作 可以参考一下张艺兴出演《扫黑风暴》 自此之后 她就得到了主流的认可 资源一路飞升 该剧为最高减定制主流剧 《央巴上星》播出 腾讯重点剧目 大家期待吗? 说起今年比较受关注的古装代播剧 大家最先想到的恐怕也就是肖战 任敏主演的玉谷瑶和任嘉伦 迪丽热巴主演的玉交际了 这两部剧作均已在去年完成杀青 后期制作也已经基本在年前完成了 首播当日便收视登顶 评分更是突破8.0 这部万众瞩目的古装剧爆了 肖战自《陈情令》之后人气翻升 两年的时间便一跃成为内与顶流 只是在走红之后的剧作并不是很多 播出的《狼殿下·斗罗大陆》 都是几年前拍摄的作品 唯一一部可能也就是 与任敏合作的《玉谷瑶》了 可是任嘉伦则明显不同 虽然她的成名之路比较漫长 但是积累的人气也更扎实 影视剧资源也十分广泛 因此几乎每年都有多部大剧罢评 尤其是2020和2021年这两年 堪称任嘉伦年 2021年 任嘉伦与白鹿主演的《周生如故》一生一世大火 两位演员也实现了人气的巅峰 随后便是《玉交际》的拍摄和杀青 让任嘉伦的人气持续翻升 包括之后与李庆合作的《请君》 《请君》与《玉交际》同位古装剧 前者的拍摄要更晚 因此最先播出的一定是《玉交际》 而且网络上已经爆出了该剧要定档2月的消息 相信很快就会与大家见面了 与此同时 另一部万众瞩目的古装剧在日前开播了 打响了今年古装剧的第一枪 该剧就是由乔欣和徐正希主演的燕与傅 定位是古装全谋、爱情剧 重点讲述女主的密集 类似于大女主剧 燕与傅凭借着乔欣和徐正希的人气 再加上颇受观众喜爱的剧作类型和主题 开播当日便受到了无数观众的追捧和支持 仅仅6集剧情便完成了1亿的收视 评分更是直接突破了8.0 对于这部《殷与傅》的大爆 其实在很多人的意料之中 毕竟乔欣与徐正希这几年的发展相当可观 他们自身持续增长的人气 已经为该剧的收视提供了保障 只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该剧除了收视报表之外 口碑竟然还出奇的高 要知道 一部古偶剧要想实现高收视是很容易的 可是在高收视的基础上还能获得高评分 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了 虽然燕与傅的主演人气不及肖战 任嘉伦、迪丽热巴等当红一线 不过好在这二人的风评很不错 再加上剧作自身的魅力 成功为2022年的古装剧开了一个好头 please click the subscribe button to update our next interesting news and share videos your support is our motivation and inspiration to create a more attractive next product